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历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司马懿镇守曹魏 智囊背后真操盘 二唐伯虎典秋香 才子佳人情话多 三毛泽东长征突破天险 红军不怕远征难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司马懿镇守曹魏 智囊背后真操盘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 那位在三国演义中 既是智囊又是操盘手 甚至还能在政治版图上 镇守得比他的军队 还要坚固的人物 司马懿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位老先生的履历吧 司马懿 自重达 一个在曹魏政权中 担任重要角色的政治家 军事家 也是后来西晋王朝的 奠基人司马延的祖父 他的一生 可以说是充满了戏剧性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长寿 寿至72岁 在那个年代可是相当罕见 更因为他在曹魏政权中的 角色和影响力 司马懿的智慧和谋略 让他在三国时期的政治 和军事舞台上 犹如一位高手在操作一盘大棋 他不仅仅是曹操的得力助手 更在曹操去世后 成为了曹丕和曹瑞的重要辅佐 他的政治生涯 可以说是一部精彩绝伦的 如何在帝王面前保持微笑 同时又不失去自己 头颅的生存指南 司马懿的镇守 不仅仅是在军事上的防守 更是在政治上的稳固 他在曹魏政权中 犹如一块巨石 无论风吹雨打 始终不动如山 他的政治手腕和谋略 让他能够在曹操的儿子们之间 巧妙地平衡 即使在曹操死后的权力斗争中 他也能够巧妙地 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 而在军事上 司马懿更是展现了 他的智慧和谋略 他在对抗蜀汉的诸葛亮时 展现了他的耐心和坚韧 他的空城计 让诸葛亮不得不佩服 在司马懿的镇守下 曹魏的北方边疆渐入盘石 蜀汉的北伐屡屡受挫 但是 司马懿的最大喜马 莫过于他在晚年的高龄反击 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 他发动了著名的高平林之变 成功地铲除了权力中心的曹爽一派 从而确立了自己 在曹魏政权中的绝对地位 这一招 可以说是老当义壮的典范 也是政治老狐狸的绝佳示范 总之 司马懿的一生 就像是在玩一场 精妙绝伦的政治和军事双重游戏 他不仅仅是曹魏的智囊 更是背后的真正操盘手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在三国这个大舞台上 不仅要有力量 更要有智慧 才能在这场生存的游戏中 笑到最后 而司马懿 无疑就是这场游戏的大赢家之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唐伯虎点秋香 才子家人情话多 唐伯虎点秋香 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讲述的是明代四大才子之一的 唐伯虎和他的家人秋香之间的爱情故事 不过 各位听众 我们得先澄清一点 这个故事其实是后人的创作 并非历史事实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探讨 这个故事的趣味性和文化意义 首先 唐伯虎本人 明唐吟 是明代著名的文人画家 才华横溢 世话歌舞 样样精通 他的生活多姿多彩 风流倜傥 而这个故事 则是将他的形象极致浪漫化了 在这个故事中 唐伯虎遇到了一位卖豆腐的美女秋香 两人一见钟情 唐伯虎为了追求秋香 展开了一系列的才华展示 他用诗 画 书法等各种方式 来表达对秋香的爱慕之情 而秋香也被他的才华所吸引 这里有个有趣的点 在传统文化中 才子佳人的故事 往往强调才华和美貌的结合 而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 则更多地展示了 才华如何俘获人心 唐伯虎用他的诗词画作 不仅征服了秋香 也征服了后世的读者和观众 当然 这个故事也不乏幽默元素 比如 唐伯虎在一次比诗大赛中 为了帮助秋香脱困 巧妙地用诗句暗示 秋香如何应对难题 这种机制和幽默 是故事中的亮点之一 总的来说 唐伯虎点秋香这个故事 虽然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 但它反映了人们对于文人风采 和爱情理想的向往 它告诉我们才华和智慧 可以是追求爱情的强大武器 而幽默和机制则 是爱情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所以 各位 如果你想追求你的秋香 或者唐伯虎 记得 除了松花和巧克力 偶尔也要来点诗词歌赋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毛泽东长征突破天险 红军不怕远征南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段极严肃 又充满戏剧张力的历史 毛泽东和他的红军 在长征中突破天险的故事 首先 想象一下 你是一名红军战士 你的健身追踪器 可能会显示你刚刚完成了 一场史诗级的极限越野跑 全程高达上万公里 而且还是在没有现代路面 没有GPS 没有能量棒和运动饮料的情况下 这场跑步 不仅考验体力 更是一场智力和意志的考验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 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围坠堵截 从1934年到1936年进行的 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这场转移涉及了数万名士兵 跨越了数千公里的崇山峻岭 湍急的河流和荒凉的草地 毛泽东在这场掌征中 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 当时 红军面临住极其艰难的环境 不仅要对抗自然的险阻 还要躲避敌人的追击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战略和战术 包括著名的四渡赤水和强度大渡河 以及攻克悬臂长城的著名战役 这些行动不仅展现了红军的勇气和智慧 也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眼光 他们在这些天险面前 不是选择绕道而行 而是直面挑战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那句著名的口号 红军不怕远征难 当然 这段历史也是充满了悲壮色彩的 长征途中 红军士兵面临着饥饿 疾病和极端天气的考验 但他们的坚韧和信念 以及毛泽东的领导 最终使得这次看似不可能的远征 成为了可能 从一个幽默的角度来看 长征可以被视为一场极限生存挑战 只不过这场挑战的奖品 不是一笔钱或者名人的头衔 而是生存和革命理想的实现 红军士兵们在 这场挑战中展现出来的毅力和智慧 无疑是值得每一个人学习的 总之 长征是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 它不仅见证了毛泽东和红军的坚韧不拔 也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而这段历史的深入见解 不仅在于它的战略和战术意义 更在于它对人的精神和意志的深刻考验 不管是司马懿的政治智慧和谋略 唐伯虎的才华和爱情故事 还是毛泽东和红军的勇气和智慧 这些故事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和思考 人类历史上的这些伟大人物和事件 不仅是我们的敬佩对象 更是我们的学习对象 他们告诉我们 力量和智慧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不管是在政治 爱情还是革命中 他们的故事也证明了 人类的意志和毅力是无可阻挡的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 就能克服困难 实现我们的目标 同时 这些故事也提醒我们 生活是一场盛大的游戏 我们需要学会在其中找到平衡 用智慧和幽默来应对挑战 就像司马懿在政治版图上巧妙平衡权力 唐伯虎用才华和幽默征服了秋香 红军士兵们用勇气和智慧完成了长征 我们也可以在生活中用智慧和幽默来解决问题 实现我们的梦想 所以 各位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故事或者人物 给你带来了启发和思考呢 我们欢迎你留言讨论 一起探讨这些有趣的故事和人物 分享彼此的观点和经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